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感謝我們主辦大陸 這個FAPA LA Chapter 還有感謝Tony還有在座的所有的FAPA的董事 還有我們台灣回饋 也真的很感情 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們要請教授一下 現在在座的所有的朋友 你聽有台語 台灣台語的聲音改唱嗎 大家都聽有嗎 聽不懂 聽不懂台灣台語 只聽得懂華語了 可以舉手一下 有一些 有幾位 華語跟台語都不行 哈哈哈哈 看來教教授一下 有嗎 我在問你也不知道我在問你 哈哈哈哈 好啦 今天 這個台語的華語交叉運用 因為 以我自己的背景來說 你看我小廟嘛 這個廟在台灣都沒有人小廟的啦 這也是外甥性 我的爺爺是1949年之後才到台灣 我爸爸是在高雄鋼山出生的 所以這個小時候在這個所謂的空軍的眷村長大 那後來呢 到了台北 才認識我媽媽 我媽媽是有分認識的人 他在全科的時候 才有我們分認賣方式嘛 也有你看 全世界都有分認人 媽媽是在全科的時候 才到台北才認識我爸爸 所以我是在台北的景美出生長大 我小時候我媽媽都跟我說發育 其實我的醫院 如果是說無意應該有兩種 一種是我爸爸那邊在說廣東話 一種是我媽媽那邊在說台語 所以本來我應該是很怕 因為小時候會有三種以上的醫院 但是很可惜錯過了 因為我媽媽說 他小時候不敢跟我講台語 因為他怕我講話會有口音 然後去學校讀書的時候會變拿小 我爸爸呢 他也不跟我講他的母語 小時候只要聽到 爸爸那邊的長輩 在講廣東話 我就知道他們在講秘密 就想要給小朋友聽到這樣 你 在家裡說台語的時事是不是 就沒想要給孩子 在哪裡 臂臂 那時候小時候還小我真的是不懂 後來 長大 大後來 我發現說 我不會說台語 和我阿嬤 就是我媽媽的媽媽 和我阿嬤說話有本人 因為我阿嬤 是1936年出生的 所以我阿嬤出生的時候 是說明義 講日文 後來是說台語 所以他會發音 就沒辦法練習 所以我大後 讀書中讀台語的時候 就發現說 我應該要來給台語 要來給台語 要去看電視 看三立跟民視相處劇有沒有 看那個給台語 所以說有很多人說我的台語聽不懂 是哪裡來的 不知道是什麼Q 當然我看電視 給我看什麼Q 也是那個時候 才慢慢的發現說 欸 這個台灣真正的歷史 跟我們在課本上學的不太一樣 對不對 一個國家裡面 怎麼會有媽媽 不敢跟自己的小孩講母語 因為怕他以後上學 因為講話有口音 被人家笑 台灣是這樣的國家呢 台灣是這樣的國家 阿我從小到大 都很會考試 阿你也知道在台灣很會考試代表什麼 代表喔 那個歷史課本寫的背得很熟 背得很熟 所以小時候阿 都覺得蔣公是偉人 因為他 因為他 八年抗戰後來還反共 對不對 他都覺得蔣親國 是對台灣最有貢獻 因為他十大建設 台灣經濟起飛了 然後 這個228事件就寫大概幾行 白色恐怖的寫大概幾行 阿可是到了高中 慢慢的 因為看了課外讀物越來越多了 我覺得說欸好像台灣的歷史 不只是課本上寫這麼一回事 到了大學都不得了了 讀了台大法律系 台大法律系裡面喔 認真的人很多啦 厲害的人很多啦 但我不是那個認真的厲害的人 我是喜歡不務正業的人 所以你不務正業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欸 怎麼越來越多事情 跟以前課本上寫不一樣 所以我們才慢慢發現說 喔原來啊 當一個台灣人喔 我是誰 這個問題其實並不是這麼容易得到解答 對不對 我有一個經驗喔 2012年的時候 2013對不起 2013年的時候 有個經驗到 工作的關係到歐洲出差 第一站先到西班牙馬德里 第二站要到挪威奧斯路 那我從西班牙馬德里離開 要坐飛機去這個挪威的時候呢 機場櫃台check in 很順利沒有問題 到了要登機 登機的閘門 已經at gate 要準備上飛機了 那地勤拿了我護照 他就突然開始問我 說 我要使用Visa 然後我就 很訝異 我說 I don't need a visa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的護照 在深耕國已經免簽了 那 我去挪威 人家是深耕國啊 而且我在機場櫃台check in的時候 就已經確認這些事情了 但是呢 他就很堅持說 No you need a visa Because you're from China 然後我當時還聽不懂 你知道嗎 我想說我哪有是犯了什麼 就是 我當時就跟他陷入一個爭論說 沒有我們不需要Visa 然後他就很堅持說我要這樣 然後後來呢 因為我們在那邊已經講了好幾分鐘了嘛 他旁邊就有一個 另外一個地勤 就走過來關心說 阿今晚的話 是什麼事情 當然他不是講台語 然後呢 這個地勤就跟他講西班牙語 然後他就說好他拿我護照去看 翻個 但內頁翻開這樣 揍了一下眉頭 後來他把護照翻到封面 然後說 Oh! It's Taiwan 然後呢 那個原來檢查護照地勤 就有點認出 然後他就說 Oh!It's Taiwan Taiwan don't need a visa 然後這問題一秒鐘 再翻到護照封面那個一秒鐘 都不能解決 我在那邊跟他講了幾分鐘 講不清楚的事情 那是我第一次喔 真的體驗到說 喔! 原來講清楚我是誰 是這麼重要的事情 I don't really know 我在想說 喔!你說China是哪個 講到我也不知道 原來是China 後來他發現說 原來喔 在國際上面 要跟人家講說 我們是台灣來的 是多麼重要的事情 那是一個 最 直接的 認識我是誰的一個過程 其實我們經常在講 一個小孩子剛出生 我們今天有一個年月 最年輕的 最年輕的參與者 兩歲是不是 很會 很會 他都說台語喔 很厲害 小孩子長大過程當中 首先要界定人我之分 我是誰 你是誰 這個是人我之分 一個界限 知道自己是誰之後 要開始怎麼樣 界定我跟你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的社會關係 對不對 小時候 幼稚園小學的時候 每個小朋友都很自我中心 就只知道我啊 對不對 開始知道我是誰到的中學 開始學習一些社會化 各種女人的交際來往 大學畢業要開始想什麼 要開始想我 要怎麼介紹 要站棄了 我如何在社會生存 還有我這一輩子 到底要幹什麼 要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其實一個國家的成型 我覺得有時候也有點像 對不對 我們台灣的民族 台灣的民族 正式解放 正式出生了1987年 那一年解除戒嚴 我們經歷了全世界最長的戒嚴之後 終於有機會 開始學習認識我們是誰 解嚴之後 剛好那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啊 所以我是一出生的時候呼吸到的 就是解嚴的空氣 很幸福 都沒有經歷過前面的那一段 沒走過那段 打拚的時間 那就是孩子一出生之後 開始呼吸自由的空氣之後 慢慢的學習界定我是誰 對於台灣人來說 要界定我是誰 其實有點困難 包括說我小時候 我個人親身經歷啊 我去學校讀書 小學的時候發新生資料卡 上面還有一格叫做集冠 在這邊有寫過集冠人 現在給他去 有嗎 你看那集冠 這集冠什麼意思啊 我回去 就問我爸爸媽媽說 這個集冠要寫什麼 我爸爸都說你要寫廣東 我問他的廣東在哪裡 集冠 他說不管你知道我們是廣東人的 我說我就寫廣東 但是那個地方在哪裡呢 那地方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難道我是廣東人嗎 我沒去過那個地方 為什麼我是廣東人 這問題一直在我心裡 只要長大慢慢的 才真的是逐步建立起台灣人的 我中學的時候 沒有功課很好 對不對 課本讀得太熟了 那個國民政府是在編的課本 雖然會來教改 但還是留有那個 這個傳統的大中國的論書 我們哪有講的 說中華民國才是國家的名詞 台灣只是一個地理名詞 對不對 這種黨國教育之下的 我們都背得非常熟 再意識到 再更大一點點 你才知道說 誒 世界上的別人怎麼看我們 我們是誰 還有我知道說 我們自己的歷史 一路走來的是我們是誰 這個建立起自我認同 我是誰的這個過程 真的是非常漫長而艱辛 我相信在這邊的各位 尤其是說 在解嚴之前就來到美國的鄉親 一定心裡面各有感觸 人家調查一下 在這邊 我們是第一代台美人 就是你在台灣出生 後來長大 或者是小時候 不管是出生之後才來到美國的 可以舉手一下 蠻多的 這邊是第二代 第二代在這邊出生長大的 所以我們現在打爬跟董哥的 也是我以第一代為主 我沒有第三代 剛才那個小孩應該是第二代 本來是他出去放風 我給他唱 你知道這個 我們經常說 We are Taiwanese diaspora 就是在全世界 這個 那要 中文的 離散 對 叫離散的台灣人 這個建立起 我是誰的這個 認同的過程 就跟我們整個台灣 建立起 整個台灣意識認同的過程 都是艱辛的 但是 這條路雖然艱辛 不過我們走到現在 確實看到什麼 確實看到什麼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他有一個 民意調查 每一年都會固定文兩個題 第一個題目問說 你覺得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他的學校分得很細喔 你是台灣人 你是中國 我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還有 我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你看這個分得很細喔 那根據這個民調呢 從1990年代開始 當時 認同 中國人的是主流 自我認同 說我是台灣人 是叫做非主流 可是到了2023年 去年最新的調查 自我認同 是台灣人 再加上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已經穩定超過八成 尤其是在年輕時代 40歲以下的 自我認同說 我是台灣人 就是台灣人 也是穩定超過八成 所以我是誰 這個問題 在台灣社會 其實某種程度上 已經有越來越明顯的共識 而且只會越來越台灣 因為越年輕的人 越自我認同是台灣人 那另外 這個政大選領中心 還問另外一個題目 叫做 你認為台灣應該獨立 還是跟中國統一 他的選項也分得很細喔 他的選項分得很細喔 有趕快統一 還有 維持現狀以後再統一 還有 維持現狀 然後維持現狀以後再獨立 還有趕快獨立 在這麼多的選項裡面 1990年代 其實統一是主流啦 獨立叫做非主流 可是以現在來講 趕快獨立 維持現狀以後再獨立 還有維持現狀 加起來也超過八成了 所以那個要統一的喔 不到兩成 要趕快統一的只有3% 所以你說我是誰 我跟旁邊的這位 跟旁邊的這個人 跟旁邊的這個國家的是誰 這個邊界其實已經化了越來越清楚 我們所說的國家認同的問題 在現在已經是很單純的說 我是林東台灣還是林東中國的問題 我們政府的國家林東的問題 現在第一題我們已經算是大致上解決了 我們是認同台灣了 不管喔 現在你認為台灣的國民是什麼 郭七章什麼樣子 我們是認同這塊土地 認同我們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我們現在共同生活的 這個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孩子這樣大門 我已經知道我是誰 但是齁 我跟旁邊的這個同學相處的問題 因為旁邊這個 是螺螺螺 大家都給我們欺負啦 我不知道說到底是怎麼 對不對 有很多人說 你就比較冷啊 你就不要跟這個螺螺螺去想出啊 對不對 你應該把這個螺螺螺做大聲 你做小聲 如果有人說 這不行喔 你如果是說 這個螺螺螺做大聲 你做小聲 你就怕中螺螺 啊 在這裡呢 有可能怎麼樣 把你吃乾麻精 喔 把你所有的這個 僅存的自由都奪走 所以不行 你看這個孩子 現在長大的過程當中 遇到了嗎 班上有流氓 一直把他罷了 這個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呢 還比較大 因為我跟台灣的民主是一樣的 我姊姊出生嘛 那現在 我37歲嘛 台灣人民主 如果你把它看成一個 37歲的青壯年 快要進入中年的話 那我們還在思考說 我們怎麼樣 在社會上立足嗎 而是台灣怎麼樣 在國際社會上立足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還沒有找到 很清楚的解答 1970年代 因為蔣介石要犯這部兩地 所以也切斷了台灣 2300萬人在聯合國 有代表的機會 當時的聯合國還提一個方案給蔣介石 當時聯合國要做出2758號決議之前 他還跟問蔣介石說 現在聯合國中國的這個形勢 我們要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了啦 不是給你 蔣介石 那你要不要考慮呢 你換一個名字 繼續留在聯合國裡面 蔣介石說 當然不是他 不是蔣開語 不要犯罪不良力 你自己拿出來 那這造成說 我們台灣2300萬人 在聯合國沒有一個代表 那這造成什麼呢 造成我們所有的參加 那國際社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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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漸都給人百姓 都被剝奪了參與國際社會的機會 慢慢的所有的國際組織我們都被排擠 所有的國際組織我們都沒有代表在裡面 除了什麼 除了一些經貿組織 因為我們的經濟實力強到沒辦法浮視 所以我們都用一些奇怪怪的名字 加入一些國際經貿組織 譬如說大家都知道WTO WTO叫做 台空金馬鳳光水平魚 還有一個 叫做 國際上這種 所謂海洋法上的捕魚 漁業的公約你知道嗎 漁業的公約裡面 你知道我們台灣是什麼 台灣什麼地位 叫做Fishing Entity 捕魚實體 就說 這次不要討論說 它是一個國家是什麼 但是這個島 跟它周圍的這個島 有漁船都會開出去捕魚 所以叫做捕魚實體 Fishing Entity 這在台空的時候 國際公約 國際台灣剛才說 還有這種的 所以我們參與國際社會的機會 慢慢的被剝奪 然後我們即便有機會參與 都要以一種相對比較委屈的方式 剛才講的奧運 我們也是委屈啊 當時 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拿走之後 國際奧會曾經提過 給我們用不同的名字參賽 一開始 我們要用過Fomosa 就是這個法牌的這個F 法牌的F 就是Fomotion 我們有過Fomosa參加奧運 後來人能到啦 用台灣 但是後來怎麼辦 後來蔣政權就說 不行 他們不要用台灣的名字 參加奧運 因為蔣政權認為他是唯一正統中國 所以他們還是想要用China 最後 1980年簽那個洛桑協議 就說 一個名字叫做Chinese Taipei 發明這個名字這樣 我們都是這樣子委屈的方式 在參與國際 所以喔 這幾十年下來 從1970年代到2024年 今年 這幾十年下來 其實台灣社會 台灣的年輕一代 失去很多 跟國際社會往來的機會 這也連帶的造成了 台灣的政府 以及台灣的民間 我們現在呢 必須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來重新學習 如何的與國際溝通 因為從2016年開始 台灣在國際上 突然被注目了 因為中文引爆一戰的緣故 包括了美國 日本 歐洲 本來啊 這些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國家 都想跟中國做生意嘛 因為要能進去貨出來 發大財 但是後來發現 不對勒 這把中國好像是一個陷阱 弄久了 會影響到全世界的秩序 所以從美國帶頭開始 逐漸跟中國進行貿易的脫鉤 逐漸的要進行去風險化 去風險化 那這個去風險化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發現台灣的重要性了 台灣在世界供應鏈重組的過程當中 確實世界發現現在全世界的經濟發展 不能少來台灣 這世界供應鏈重組之外 大家也發現印太的流平不能少來台灣啊 如果台灣被中共控制了 中國的武衆力量就可以直接突破第一島鏈 因為中國現在有核子潛艇的關係 突破第一島鏈的結果 不是退到夏威夷而已 當台灣如果被中國拿走 被中國控制 台灣東部有幾個深水港 是只要潛艇一下去 雷達就看不到 所以台灣東部潛艇 如果有核子潛艇 如果有核子潛艇 從台灣的東部的深水港一下去 這個核子潛艇可以找到 找到加州的海邊浮起來 所以全世界發現台灣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台灣在這幾年來得到了相當多 國際社會的美光燈珠聚焦在我們這邊 但是很可惜 因為我們還在抓到這個機會之後 重新再學習要如何的能夠 有效的跟國際社會溝通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出現了一個段子 我講一個我們自己的案例 我在2019年的時候 美國國務院有一個交流計畫 我受邀來這個美國交流三個星期 到五個城市 然後後來呢 2022年的時候 又這個受到歐盟的邀請 去到這個歐洲議會交流參訪 那今年是法國外交部的計畫 所以我去了法國巴黎 在這個這三次 今年來的這三次過程 你真的會發現全世界的政治人物 包括美國歐洲法國政治人物 都在談台灣 都在談台灣 他們都很想要了解台灣人的想法 跟台灣人的觀點 但是他們都遇到一些困難 最大的困難是他們發現他們很難聽到台灣人的聲音 我在歐洲議會的時候 見到了歐洲議會 很多個這個議員 跟官員 那我就跟他們交流 我說 欸 你們覺得 台灣還有什麼可以做的事情 是會幫助增加我們雙邊實質關係的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 formal的外交關係 我們只能著重在substantial relationship 所以我就問他們這件事情 那他們告訴我一個非常有啟發性 我其實沒想過的事 沒想過的觀點就是 因為歐盟喔 他有27種語言 27種官方語言 你每個國家的語言 都是他們的官方語言 他就指出了一件事情說 台灣好像永遠都只會講英文 就是每次國際上發出什麼事件 然後要聽台灣的聲音的時候 台灣人可能投書到紐約時報 可能投書到華盛頓郵報 可能投書到可能英國這幾個主要報紙 都是英文的 但是他發現說 你們台灣為什麼不多找一些 可以通各國語言的人 來去寫投書 投書到每一個國家當地的報紙 用那個國家的語言來講 這樣子你才能影響到民意啊 因為這些英文的東西 都是一些政治精英在看的 可是我們每一個國家都是民主國家 我們每一個國家的政府都按照民意來做事啊 可是在民間還有很多人不知道台灣啊 也不知道台灣人的觀點是什麼 因為我去這邊參訪的時候呢 剛好遇到說 這個 中共對台灣實施軍事演習 因為這個2022年的時候 這個Nancy Pelosi 去台灣拜訪 然後後來中共就軍演報復 那軍演報復的時候 他們都講說 欸 歐洲很關心這件事情 大概是 他說歐洲議會在 中國用軍事演習 報復台灣之後 竟然通過了一個決議 在這決議裡面 他重申說 反對任何一方 用武力片面更改現狀 然後支持台灣的民主 還有一點就是 歐洲議會要求 歐盟執委會 去研究跟台灣簽訂BIA 就是V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的可能性 欸 他們通過一個這麼重要的決議 在台灣很少人知道 台灣很少人知道 而什麼呢 而在歐洲也很少人知道 因為 軍事演習 結果呢 在歐洲各國的 比較local的報紙裡面 完全看不到台灣人的觀點是什麼 他們只能看到一些歐洲的智庫 在研究台灣的 去轉述說 那這個情況是怎樣 所以我聽到他們講這個時候 我就突然想說 對 這確實是我們做的比較不夠的地方 確實是我們做的比較不夠的地方 那在俄乌戰爭之後 我們當然看得更清楚的一個重要性 就是說 被侵略的國家 更要具備與國際溝通的能力 你看烏克蘭 他之所以可以得到全世界各國的支持 是因為 當俄羅斯入侵之後 烏克蘭人非常團結 在social media上用了非常多的方式 跟全世界的人在講 而且他不是說用烏克蘭語自己講 他有很多人是講英文的到處講說 這個到底要怎麼辦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發 大家 今年有看奧運的話 應該有看到說 我們有一個很棒的選手 叫林玉婷 他拿女生拳擊的金牌 可是在他比賽的過程中 有發生一個爭議 就是被俄羅斯操控的國際拳擊總會 國際拳擊協會 去攻擊林玉婷 跟另外一位阿爾吉利亞的女生的選手 說這兩個人不應該參加零食組 大家記得 那個時候我就觀察到一件事情 就在網路上 大家討論得很熱烈 那這個阿爾吉利亞的選手呢 我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 英文的資料 很多的阿爾吉利亞人 用英文在說明這個選手的狀況 還幫他寫 從小的照片怎麼樣 他怎麼樣長大 一路以來這些所有的 我們台灣人呢 也非常努力 有一點很用力在幫林玉婷講話 講了很多很多東西 可是在社交媒體上 大家都很懷疑 都很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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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說那麼不好 因為大家都很努力啊 可是你寫這些中文 就是給我們自己看 我們全國都已經說 知道啊知道啊 我們挺這個林玉婷 我們挺這個選手啦 但是我們要找出這種英文的 material 非常少 甚至是我們的體育署 都沒有能力在第一時間 發表一個英文的 statement 告訴全世界說 關於林玉婷這個選手是怎麼樣 啊你要說體育署是政府單位 不應該介入這個奧會 啊我們的中華奧會有說什麼 也沒有啊 也沒有啊 所以在這個國際的輿論上 我就發現真的差有點多 那我自己也寫了一段短短的東西 放在我的社群上面 讓大家可以去貼 可是 比起那種 每一個人都有 像國際社會說明的能力 啊台灣是說 少數幾個 這個有社會影響力人士 可能一些Youtuber或什麼 寫了一些讓大家去貼 那個量能差很多啊 我用這件事情舉例 是要告訴大家說 現在的台灣非常需要 跟國際社會往來的能力 但是因為我們從1970年代之後 都一直被剝奪學習這些事情 的機會 我們從現在才在開始學習 包括從民間 包括到政府 都一樣 大家一定會想啊 如果說 是一個正常的 跟國際社會都有往來的國家 自己的選手被人家這樣質疑的時候 怎麼會一個英文的聲明 要等一個禮拜都還給我出來 但是台灣沒辦法啊 我們過去都一直被取消了這樣的機會 那這怎麼辦呢 有人說啊 因為賴清德總統要推動雙語教育 以後台灣的孩子長大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雙語都有機會 我怎麼會報告 第一還要講好久 第二行的雙語教育在台灣內部 也遇到一些推動上的困難 不過這不是今天的主題 又不惜談 所以現在此時此刻 我們其實比以前更加需要 在海外各地的台灣人的幫忙 因為我們台灣人齁 我在美國就沒有票了 我去拜訪你們的公會議員 人家就刻刻去見個面 講幾句話 我們就結束了 但是你去拜訪郭議員 台灣人不敢問因為你有票 你有票你還可以把他抖內 不是嗎 對啊 有影響力啊 你知道 這件事情 對台灣在現在來說 所有在海外台灣人的組織 其實就是在國際上代表台灣人最重要的力量 因為我們的正式外交管道都被封鎖 我們的外交部長哪裡都不能去呢 在台灣你做幾個職位 會喪失到處有的權利 第一行總統啊 第二行副總統啊 第三行呢 行政院長 第四行各方五中 第五行外交五中 沒辦法在全世界四處旅行 那正式外交就被封鎖 然後呢 我們很多的大使 像前駐美大使 蕭美琴 一人做會很好很好的大使 前駐法大使吳志忠 我今年去法國的時候 我聽到幾乎每個跨黨派的法國人 都在稱讚他做得很好 他的法語也很流利 都可以上電視代表台灣人 用法文講給法國人聽 這也非常好 但希望人來報告 這是少數 少數 少數外交官 啊我們甚至有些外交官 他在派租出去的時候 他是不會講當地語言的 所以我們能夠依靠的是什麼 我們能夠依靠的其實是全世界各國的台灣鄉親 全世界各國台灣的鄉親的組織 其實是在那個國家甚至已經成為公民的時候 仍然代表著台灣人的聲音 告訴那個國家的 國會議員 告訴那個國家的政府說 我們台灣需要大家的支持 過去這個角色很多時候是由台商所扮演 台商會 世界台商會 也是推動台灣的外交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組織 因為我們說齁 台灣跟國際往來的很多機會都被剝奪 但唯一沒被剝奪的就是商業 因為台灣人太會做生意了 一個卡榜 全世界都有台商 都做生意都做得很好 所以台商的力量非常強大 但是現在台灣所需要的已經不只是經濟上面的合作 我們台灣在經濟合作上面 當然還是需要 當然還是要努力 但是我們需要更多在安全上面的合作 在安全上面的合作 不是說台灣人弱小喔 然後我們什麼都不做 都等著別人要來幫我們 不是這個意思 是因為 自從習近平進入第三個任期 破壞了中國共產黨所謂集體領導的慣例之後呢 中國共產黨向外侵略的野心 越來越明顯 過去齁 共產黨齁 也是想要人進去或出來大家發大財 所以說胡錦濤的時候 他就改革開放 從鄧小平開始 不是說中國要稱霸怎麼 大家都默默賺錢 雖然都是共產黨的權貴在賺 一般的民眾都沒賺到 但是過去共產黨這個態度 但現在變習近平的時候不一樣呢 習近平的侵略野心很明顯 包括對新疆對西藏對香港的強力鎮壓 然後再再都顯示了習近平是一個百分之一百的獨裁者 而且不是非常聰明的獨裁者 可能是像普丁那樣子會有一天 接錯線做錯決定的那種獨裁者 所以對於台灣來講 不是因為我們非常過小 所以要求別人來幫我們 而是因為 在圍堵中國霸權擴張 台灣是非常重要一個地位 所以當台灣在做自我防衛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在幫助全世界啊 那既然如此 我們這個時刻更需要國際跟我們的安全合作 比如說我們需要美國跟我們進行安全合作 我們需要美國跟我們進行更多上面的軍事的經驗來交流 不只是希望美國可以賣更好的自我防衛武器給我們 我們也需要美國提供更多的經驗 我們也需要美國把台灣放進印太戰略的其中一部分 也需要美國讓我們參加整個印太區域的軍事相關的演練演習 因為我們希望participate 的原因不是叫大家無條件幫助我們 而是我們可以互相幫助 這是台灣人的心聲 這是台灣的需要 這也是台灣願意提供給世界的價值 但是這個聲音我們自己說無人聽到 需要全世界各國的海外台灣人幫我們一起講 而且是要團結起來一起講 所以為什麼我這一趟願意來發法 在全也不是全美國啦 在美西 要講說為什麼大家要支持發法 因為發法就是 長年來 代表著海外台灣人在美國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之一 發法跟全美各地的所有台灣人同鄉會 所有的台北關係在 這個所謂中斷正式外交關係之後 就是靠了這些民間組織在發法 發法在解嚴之前 在戒嚴時期一群人就在努力 這個努力是什麼呢 就是推動 最後讓蔣經國不得不解除戒嚴的一個關鍵力量 以前小時候讀課文喔 都還以為說蔣經國自願的咧 其實不是自願啦 因為美國給他很大的壓力嘛 啊美國 美國沒有台北是有什麼 讓蔣經國這麼大的阿林各位解除戒嚴 因為發法在推動啊 發法在做國會的遊說啊 除了解除戒嚴之後 包括了美國 我再舉一個例子 參加WHA 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台灣是全世界公衛醫療 數一數二的地方耶 但2300萬人 在世界衛生大會 竟然沒有任何代表 美國為什麼1990年代開始 採取了支持台灣 加入世界衛生大會的這個立場 這也是發法去做國會遊說啊 讓美國國會通過決議啊 讓美國的行政部門 要去執行美國國會決議的結果啊 你說這個以前的事情 對這個以前的事情 但是一直到最近 從2016年之後 台灣旅行法 台灣保證法 台灣跟這個盟邦 這個所謂的台北法案 這些每一個後面都有發法在遊說的痕跡啊 如果說只有我們台灣自己的外交部在努力 我相信美國國會不會 這麼早就通過這些法案 或是永遠不會通過這些法案 這是因為他 的總會跟全美的分會 的所有的會員 讓他共同的去努力去遊說美國的議員 讓美國的議員 能夠願意來支持台灣 能夠在對台灣重要的法案裡面投下YES 這個是團結的力量 這個是團結的力量 所以我對於所有的在海外台灣人的組織 長期為台灣打拼 從戒嚴時期一直到現在 一路都在自己的國家 為自己的互相奮鬥的 這樣的精神 我都覺得非常敬佩 因為大家現在要在場 每個都有很好的學歷啊 都有很好的工作啊 其實不用管這些嘛 我怕你 今天中午吃午餐的時候才聽到 有人說 喔在這裡 創花扒 扮圍體 喔 要一間房子 少一間房子 我想說不對 這很有嫁給大家的米國的家 但是就是有這麼多人 願意一起做這些 所以才有今天的台灣 我這次去法國 今年去法國的時候 看到法國國會裡面 法國參議院 大家知道嗎 法國參議院的友台小組的人數 已經正式超過法國參議院的親中小組 正式超過 法國的參議院現在友台小組的人數是 他們裡面所有小組裡面最多的 所以 所以 近年來 法國的國會 也確實通過越來越多支持台灣的決議 包括支持台灣加入WHA 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氣候公約 這法國的國會有通過這樣的決議 因為他們很重視環保嘛 他們認為說台灣應該要為環保 一起來努力嘛 所以你看世界各國現在越來越重視台灣 有越來越多這些好的 對台灣好的事情在發生 這背後都需要排外台灣的努力 所以我今天來這裡 我並不是為我自己選舉在募款 我也不是要求大家要支持我選這個選那個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支持 支持爸爸支持全美台灣同鄉會 支持這樣一個同鄉的組織 因為這個組織大家聚在一起說 並不是說我們吃一次台灣的食物 一起化解思想之行 唱一唱台灣的歌曲 這樣子教育文化的層次而已 他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的層次上面 這是一個台灣人力量的團結 而其實我今天非常高興看到在場的年齡層 是來自各種不同年齡層的人 因為這些組織就是需要有更多的 第一代台美人的加入 讓這樣子的力量可以一直不斷的延續下去 我在美國看到全美各地的同鄉會 和Fuck組織的時候 我真的真的心中有很多的感謝 因為我自己曾經經歷過一個小故事 我在2017年參加選舉 那麼那時候我宣布選台語市議員 我就收到了一個我高中最好的朋友 傳一條訊息給我說加油 我那個朋友呢在高中畢業之後 我在台灣讀台大 他是直接到美國來讀美國的大學 那等到我已經這個要參選議員的時候 我們都年紀比較大 30歲的 所以我那個朋友呢也早就拿到美國的公民身份了 我知道他已經是美國人了 所以他跟我說加油我想說 哇還記得我這個朋友不錯 我就回家裡去謝謝 結果我就收到他傳一個很長的訊息來 他回我一個訊息 講什麼這麼嚴重 他說齁 他叫我一定要好好打拼 一定要選上 因為他不希望等到他老的時候發現他已經沒有家可以回了 他不想到老的時候發現他的家已經不見了 我看到這訊息的時候我很震撼 我想說 他已經是美國人了 也在投博書了 他在美國找什麼投入應該都沒問題 他在全世界 所有國家想找一個不錯的投入應該都沒問題 他在全世界各地想要過好日子都可以 他的能力 可是他心中 竟然還想著說台灣是他的家 他心中還想著說有一天他要回台灣 他心中還想著說他不希望台灣變成好像比如說香港一樣 現在在香港香港的小孩已經上學不能再講廣東話了 每次以前在台灣的掛一個我愛說國語 啊台灣是從掛一個狗牌我愛說國語到現在每一個小學都有本土語言教學 都有母語教學 我們是走進步 但是香港是走倒退的 啊現在在香港 六月四號的時候不能去逛公園 六月四號的時候不能去維多利亞公園 為什麼 因為中共不讓你去那邊集會啊 我們不希望我們台灣變成這樣 我們住在台灣的人當然不希望變成這樣 但是我們亞裔之後 原來已經變成美國人台灣人也是不希望這樣 所以 我在那時候就發現說 我們現在在拚的喔 不只是我們自己的事情 我們現在在拚的是很多人的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說 欸這個責任其實很重 你知道全世界各立台灣人其實有時候是很會去的 像是這一次奧運在法國 很多在法國的台灣人的主加油 對我們團隊去幫我們選手加油 但是喔 中共也很聰明喔 他們都有鎖定每一場有台灣選手出賽的比賽啊 就派人去那邊盯哨 盯什麼 盯門口的安檢 尤其是台灣選手對上中國選手的比賽 他們去盯門口的安檢 就是要把包包裡面所有有寫台灣的 全部都敲出來 丟掉 連一個 圖畫一個卡通有沒有 上面畫的我們旅球選手林央佩 兩個人 跟一杯珍珠奶茶 都在敲出來丟掉欸 珍珠奶茶都不行 啊我們台灣人在法國 本來是說話去看一個比賽 啊為我們的選手來加油 加油的時候拿一個毛巾 拿一個布條 拿一個板子寫台灣 這是怎樣 就喊出我們故鄉的名字嘛 這有什麼不行 這有什麼不行 但是真的不行 沒有人做動的 我們海外的台灣人齁 在海外的思念自己 故鄉的管理都沒有啦 啊可是 這樣子的委屈 有沒有可能有一天變重在台灣 也是這樣 如果台灣的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被破壞 那也很可能會變成這樣 所以 雖然距離很遠 坐一趟飛機要十幾個小時 雖然沒有辦法常常見面 但是 我們的心其實是因為 有同一個家而連在一起 我第一次來這個會館的時候 看到後面提了那時刻 是搖念家鄉 欸對啊 大家都米國人啊 但是心裡面還有一個很遙遠的家鄉 他還是我們的家 所以是這個把我們連在一起 那現在實時此刻的台灣 特別需要所有的家人 一起來為這個家 努力打拼了 因為台灣在一個關鍵時刻 現在是我們要在國際社會上 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找到屬於自己生存方式的時刻 美國 日本跟澳洲 都有智庫在推算說 2027年是台灣最危險的一面 兩個原因 因為按照中共的建軍計畫 在2027年的時候 中共會有幾個新的軍總部署完成 那對台灣來說 可能就是 中國的軍事力量跟台灣 暫時拉開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蔡總統的第二任 他做了一件最困難的事情 就是把病例從四個月 恢復到一年 因為時間啊 要趕時間了 現在 現在 是繼823號戰之後 全世界各國最關心台灣的 自我防衛的時刻 因為今年2024嘛 252627時間也不遠 那 2027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那是習近平 有沒有第四任的關鍵一年 所以大家都會擔心說 會不會他為了爭取的第四任 頭鬧紅情錯啦 隨便亂做一個決定 要來侵略台灣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很多事情 感覺好像都很急 我們的潛艇 為什麼急著要做八之前 我們的軍購 為什麼要跟美國一直吹 什麼還沒交貌 都付錢了 怎麼還沒交貌 為什麼要那麼急 因為我們要在2027年做好 最好的萬全的準備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更需要所有海外台灣人 一起督促自己的政府 要對台灣幫 該幫的 像是在歐洲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是 我們的希望去推動什麼 希望去推動歐洲各國 或是歐盟表態 如果中國去對台灣的話 會對中國實施類似對俄羅斯實施的經濟制裁 因為我們走離台灣很遠 你說軍事的力量可能緩步 積極淵水救不了近國 可是如果說有這個經濟制裁的手段 在後面的話 那也許對中國來說 還真的是一個 這個有效的 Deterrence 對不對 但是這個還沒有成功 歐盟還沒有正式有這個官方立場 因為歐盟做什麼事情都要去提 一次27個國家都同意 澳地利 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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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現在就是 到中國現在的 這些所有的事情要靠誰 靠台灣的外交部去講 相當不大 但是如果說是靠著全世界各地的台灣人 在他自己的國家跟台灣講話 那比齁 我們什麼政治人物講什麼話都還要更多 所以我相信各位在場的 你也有很多在這邊認識的 是來自台灣的朋友 所以在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更應該團結起來 為了保護我們自己的家做一點事 其實台灣是很值得我付出的 我經常在台灣看到很多媒體 政治人物會告訴你說 台灣很爛 台灣很多問題 台灣都鳴不了身 台灣 現在過去三年的防疫 都還要有人跟你說 台灣防疫是最爛的 吊車尾什麼的 大家知道為什麼他們要這樣講嗎 因為 這是人性 當我們自己覺得這個家很爛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為這個家付出 所以一直把台灣講得很爛 講得一不四處 它是一種讓台灣人放棄 為台灣付出的方式 台灣是不是有要改進的地方 當然有啊 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完美的 沒有任何一個家庭是完美 當然也不會有任何國家是完美的 所以我們當然有要改進的地方 可是有要改進的地方 不等於一無四處 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不等於就很爛 其實台灣很好啊 大家要想喔 我們的經濟實力 我們是美國第八大貿易夥伴 我們的經濟實力在全球排名是前二十 我們的晶片製造業現在是全球的通訊產業關鍵中的關鍵 我們的軍事力量在全球的軍事力量排名也可以排到前三十甚至前二十名 只是因為旁邊有一個更大的窮兵獨母的中國才你以為台灣的軍事力量很差喔 但是如果你去看實際上所有的軍事專家專業的排名台灣的軍事不弱 台灣的民主 在亞洲我們是民主指數經常是名列前三名的這經常是第一名的 而且我們以上講的在經濟的在軍事的在民主政治制度方面的成就 我們是怎麼達成的 我們是連續七十五年都被中共威脅武力犯牌的狀況下 我們還有這個成就 所以台灣其實非常好啊 台灣其實非常好啊 過去很多人都洗腦說台灣是四小龍的最爛 但現在你看台灣已經不只是四小龍了 我們台灣的國民所得正是突破三萬美金 甚至也要穿過韓國啊 所以面臨到過去幾年甚至還有三年是疫情的時候 台灣還一路在上升 所以這個家能看不好嗎 我自己覺得這個家很好啊 我自己覺得這個家很用心很值得付出啊 雖然有時候地上沒有掃乾淨 雖然有時候衣服都沒有洗